一个人下多没意思 小时候我就明白 围棋是孤独的 我陪你下不好吗 我们下棋吧 你下棋很厉害吗 不是一般的厉害 这是我身上 最贵重的一个东西了 我把它送给你 你别哭了好不好 时光 我只知道才叫时光 但是时光 它向我证明了一件事 请问 是时光家吗 你是奶奶啊 我是于亮 下除那样围棋的人 怎么可能放弃围棋呢 为什么你们下围棋 一个个都这么傻 如果你哪天能遇到他的话 请你帮我把这个转告给他 那如果说 你知道了他这六年里 再也没有出现过 你也不后悔 您能借我看一下名单吗 我想要亲自告诉他 我变强了 我都没有放弃围棋 他一定非常热爱围棋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 值得让我高兴的是 还好你没有放弃围棋 找给我 我不想再招论 真是挺好的 我 就是实验中学的三胆 云亮 可是我一直在等你啊 你等我 这些天我每天都在下棋 但不管我和谁下 我说的不是输和赢的问题 我心里想的都是你 别再来找我 回来吧 是让他做的这一切都值得 以前的你 让我以为我看到了 起身的影子 只有我自己觉得值得 我说 我不想在你身上再浪费一分一秒 更不要说下棋了 我连见都不想见他 我在黑白环道楼口 我坐了六个小时 电关了 人出来 看都不该抗议 凭什么 跟他没玩 那看来你跟小亮的缘分 还没完呢 万一是聂元怎么办呢 下错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若子误会 勇往是钱 那你敢不敢 现在就跟我下一趟 他不过是我犯的一个错 他有什么资本 这种错 我不会再犯了 我不想在这几年有任何的话 我也不会给这个家伙打电话 你昨天和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就你在这 这么小个山你都在迷路 你是白痴吗 你白痴啊你 别乱抛给别人听了行吗 妥话 谁跟他是朋友 我是不是特别可笑 我现在就明白 我们俩啊 天壤之路 我今天想睡醒 我难道现在 连难受 连什么放弃的自动 我有点下不动 你亮 时光 我绝对就会放弃追上你 这样怎么又来玩 等你追到我现在所在的地方的时候 我早就不在那儿了 但就在你这一追赶之间 连个人 都已经向前了 放下来 不好意思 这是我跟他的事 与你无关 你连笔上围棋 也都会有小亮 我一直都在追赶他 他说他一直都在追赶我 没有他 就没有今天的你 对吧 我不下 我不下了 我等了你这么久 就等着和你下这盘棋 你说不下就不下了 是吗 很突然告诉我眼下就是了 我们接受不了 余亮 看他们现在一个个都离开了 这可能就是 很榜代的 你因为我也是因为他 甚至都让我觉得 下棋好像 并不顾了 谢谢你啊 陪我下棋 哪一场 不是哪一场 是这九年 没有人 那个是夏天 那个真是 我几个都离开了 我感与你 然后